朋友们大家好啊 最近这几天啊 大家都在搜索四川传媒学院 西区啊 这个视频呢 七分钟啊 没有 欢迎大家关注热点的东西 把大家也订阅一下啊 聊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都说这个校园呢 是这个 襄阳塔班的一个存在啊 可近日呢 四川 这个传媒学院呢 却让人不得不重现 审视 襄阳塔 这三个字啊 三个字 唉 就是说这个学校呢 这个路灯啊 已经亮起 很多人就是 很多学生啊 拿着 就是一人 一副就是 求贤若渴的样子啊 嗯 都在这个 外面是 怎么回事吧 其中一位校友呢 就是说 就是 唯恐天下不乱吧 4月25日啊 今天是 昨天啊 昨天 但是 延起了学校的这个 嗯 关注啊 延起了全校师生的 这么一个 关注吧 啊 随后呢 四川这个 传媒学院 嗯 整个世界呢 就是说是 关于 两个人的事件吧 这个教室 外面基本就是 没有什么人啊 但是呢 这么晚了 晚上11点多啊 还有的就是 可能是由于 这个学生呢 比较好学啊 好学 嗯 没有呢 就是睡觉啊 可能是睡觉还满啊 可能是想进一步 提升自己的 这个学历吧 嗯 整个世界啊 就是 差不多就是这样啊 就是 践行的一个 一传十 十传百啊 演的这个 全校的师生呢 嗯 都去这个 注意和关注啊 这才就是说 形成了整个 事件的原因吧 可能就是 事发之后吧 影响力啊 不只是 四川传媒学院啊 整个世界 就是各种网络 进行这么一个搜索啊 不少网友呢 也是 很多 议论纷纷吧 很多人都在 这个议论纷纷啊 唉 唉 有网友就是表示吧 嗯 在学校啊 做出太过分的事呢 应该就是说 开出学籍啊 嗯 起到一个 以警校游的目的啊 唉 之所以就是说 以警校游呢 以警校游啊 就是说 以后学校 出现了类 类似的情况啊 就是说 可以就是 减少 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吧 任何这种 败坏学校风气啊 还有就是 对社会产生 这种 恶劣影响呢 就是说 可以避免啊 可以避免 就是最近啊 有人也是感叹啊 最近这个热点 非常多啊 非常多 让人呢 看的是 眼花缭乱啊 眼花缭乱 这个事情呢 就是 大体经过 也是这样啊 唉 就是 这几天吧 除了这个 学校的事情啊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比较火啊 就是 4月22日晚上 10点多的时候啊 这个 高校院长 在工作群里 发了个 相片事件吧 这是另一个事情 嗯 这个群呢 330多人啊 有人就是 出现事情以后啊 有人提示 这位院长 就是 嗯 肆意 测毁啊 但是这个人呢 没有讲的这么 清楚啊 可能是 这个 呃 院长啊 过于忙碌啊 袁九宫 所以呢 或许是 或许是 群里的消息太多啊 当这个人们啊 回过神来的时候呢 已经就是 无法挽回了啊 是 无力回天了吧 反正是 聊天 线西吧 可能是 一些 群内啊 一些群内 成员 也有 就是 一个 举报行为吧 啊 很快呢 也被处理了啊 这个 东南大学呢 也是 全国的一个 重点 重点 国家呢 就是说 唉 也是 比较 重视啊 这个院长呢 就是说 犯错啊 实在 让人就是 唏嘘啊 唏嘘 这个院长呢 就是免去了 职务啊 接受 出发啊 出发 这个事呢 就是说 没过多久啊 四川传媒 这个学院呢 也是 被登上了 一个热搜啊 热搜 四川传媒 学院呢 是一所 普通的 本科院校吧 就是 成立于 1997年 97年 涉及到 很多专业啊 虽然就是说 上这个 上系啊 中系 还有北影 三学院呢 无法 与 这个 相提并乱吧 但是啊 四川传媒 学院呢 也就是 为这个 影视圈吧 输出了 不少的人才 很多人才 这个 很多人 名人吧 都出于 这个 四川传媒 学院啊 虽然就是 不是什么 打卡 但是娱乐圈呢 也拥有了 一席之地啊 所以就是说 其实这个 影视学院的 口碑啊 一直 一直 被受关注啊 这次 四川传媒 学院呢 这个 引起了 很多人的 搜索呢 很多人觉得 就是说 见怪不怪吧 但是呢 它 给这个 学校和社会 等各个方面啊 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吧 反正是 还是希望啊 能够严肃处理啊 严肃处理 感谢大家收看啊 拜拜